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在江泰公来录节目前 我看了一下我的油管 今天的观众订阅量终于达到了5万 实际这个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对于我来说呢 做这个视频节目呢 可能也不是江泰公的强项 本来呢 江泰公就不善言辞 那么做这个呢 确实是由于去年的4月1号 我听了那个中共呀 他说那个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江泰公就气愤不已 我就想我自己也做个频道 把它揭露揭露不行吗 我当时想虽然我能力不行 但是我可以发表我的见解吧 如果说每个人都敢站出来 指出中共的这种黑暗 那么我想中共的这种谎言 也很快会被戳穿的 我当时实际抱着一个 很简单的思想 在中间呢也有很多曲折的过程 但是呢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吧 可能也是一个主眷顾的人 那么从最开始不太会做 就是那个第一个频道 就是那样子也不会剪辑 坑坑巴巴 就是那样子也有五六千人 订了江泰公的频道 最后呢 由于这个五毛的举报 油管这边就把我那个频道封了 好在呢 现在这个频道呢 是我去年11月9号又开始的频道 那么有一部分老的订货又过来 然后陆续呢 像现在这么多朋友呢 又喜欢了我的频道 就是到现在啊 终于达到了五万的订货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希望把我们这个平台呢 也变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声的平台 所以呢 我在这个视频里头说过几次 如果你喜欢江泰公的节目 你也方便的话 你可以加一下我那个推特 跟我们那个电报群 假如说您自己有什么好的素材 或者有什么要说的事情 也可以借助江泰公这个平台 替你发出去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这个平台就成了一个 大家共享的平台 而且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 就去把这个推特跟那个都加一下 因为您都可以私信我嘛 我每天都会去看的 这个请大家放心 今天过了五万以后呢 太太也很高兴 反正呀 从我做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投入的精力也是越来越多 家里头的事情也是越干越少 好在太太还比较支持我 还没有抱怨我 今天还把我表扬了一下 说哎呀 你也可以啊 终于达到了五万的订货 然后呢 又给我理了一个发 这多少年来呢 我的头呢 都是太太理 这部分的钱算是省了 当然做这个油管频道也是很辛苦的 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呢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时政类节目呢 它有一个弊病 有效期非常短 就是两天时间 过完以后就看的人就很少了 所以每天找这个素材 也花很多时间 然后呢 这个录制 录制完以后呢 还能剪辑 还能上字幕 也是要费很多功夫的 但是呢 只要大家喜欢 只要自己喜欢 我觉得受多大的累都无所谓 一个人只要干你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那就是一种幸福 就跟张太公出去钓鱼一样 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整天 一条也没有掉上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因为我喜欢干这个事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先把就是几个观众的疑问吧 给大家先回答一下 昨天那期节目出完以后呢 就有观众问 就说是 八路军到底是消灭了多少日军 那么这个八路军讲的 我们不能信啊 就一个平行官大捷 说到最多的时候 间谍是一万多人 最少的时候 说到七八百人 现在固定在一千多人 共军的间谍数呀 是跟政治宣传直接挂钩的 共军讲的所有的东西没有真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 就是日军的这个统计 我觉得比较准确 按照日本人的那种做事的习惯吧 我选择相信日本的这个数字 就是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中啊 百折自明治维新后 死亡的日军排位 一共是246万个 其中呢 在清华战争中 死与国军的是 三十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三人 死与苏军的是 十二万六千六百零七人 死与共军的是 八百五十一人 这是人家靖国神社摆的排位 我想日本人不会弄错的 这是一个疑惑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那个工资的问题啊 我在节目里头就说是 六七十年代 刚工作的时候 年轻人的工资是二十多块钱 标准呢 就是三代面 有一些比张台公在大年的朋友呢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人家就工作了 那么他们给张台公有留言 这里头有一个叫可汗马的 他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他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先当徒弟 第一年是十六块钱 第二年呢 是十八块钱 第三年以后呢 是二十一块钱 然后以后工资慢慢的涨 慢慢的涨 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基本上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他的工资是三十九块八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数据是最真实的 当然了 他里面还说了 这个女性脱裤子的不计 这个在工厂里头嘛 人家女性跟这个车监主的关系好 有这种心灰度的关系 人家可能会提升比较快 但是再快 也就是一级公司几块钱的事 反正那时候呢 我就听说嘛 工厂里头有流传的说 七级工八级工 不如我裤带松一松嘛 就是那么回事 今天在网络上呢 又有一段视频 是较为流行的 就是一个人拍了一段 国营粮油专卖店 开业的一段视频 然后这个人配着说 哎呀 这都弄齐全了 再把电子粮票一配 这就齐货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视频 得到了很多的点击率 那么这个 在跟江泰公报的那些看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个全国性的 所以粮食问题 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昨天说那个中印边境那个 现在有很明确的报道 那个就是藏人团 就是流亡在海外的这些藏人 组成的一支队伍 那么这个队伍呢 是归印度的情报局指挥的 所以这次来攻占这个 班公湖地区的这个部队呢 就是这支藏人部队 他们在那个班公湖旁边 跳舞的那个画面 大家如果含有记忆的话 他旁边夹的那个旗子呢 是西藏的雪山狮子旗 然后他们跳的那个舞呢 是一个西藏的舞蹈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微妙了 我想如果借着这个事 他们藏人打出来 西藏独立的口号怎么办 然后西藏本地的藏民 再打出供应达赖的 这个口号怎么办 然后达赖在正壁一呼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都不好说呀 这个国际局势 就是在这种纷繁的过程中 就产生了变化呀 你像我记得是 喜马拉雅山南鲁的一个小国 叫布丹嘛 西津 对不对 以前是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人家这几年 不就加入印度联邦了吗 这个你很不好说 这个如果说流亡藏人 人家打牵头部队 就借着这个事情 人家要统一西藏 人家西藏统一完以后 人家加入到印度联邦去 或者加入到英联邦去 有啥不可能的呢 或者人家就是自己独立 有啥不行的 所以这个国际局势呀 他不是以这个习近平的想法 在那弄 也不是以那些五毛韭菜的 想法在那弄 背后的博弈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况且达赖喇嘛 在藏人中的地位就是高 而且你现在想 他现在能动用这样一支部队 难道人家背后就没有一点意思吗 难道只有你中国人懂那个意思吗 所以这个中印边境这个事啊 还是非常复杂的 这都是对昨天的节目呢 做一个补充 然后我们再说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的内容呢 首先第一个 这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一架苏35在训练的时候吧 在广西境内给坠落了 然后这个飞行员呢 跳伞了被村民救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飞机坠落呢 我们也不能嘲笑共军这个飞机就不响 就是美国呀 俄罗斯呀 也在训练的过程中 也是经常吊飞机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就跟开车一样 所以说你开车没有个叉叉蹦蹦 那就是你开的里程数不够 这就是古人那句话 上的山多终欲鬼 这是肯定的 那么他只要达到了一定的飞行量 那么这个飞机的实施率啊 他肯定会出现的 所以呢 这个事情倒不奇怪 这个苏35啊 可以说是现在中国装备的最高端的机型 这个苏35呢 他是说2015年到2018年的时候 从这个俄罗斯引进了24架 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宝贝哥达 然后余下的第二厉害的呢 可能就是那个苏尔七 当时是允许中国造了几百架 我现在突然记不清了 这就是中国最主力的战机 然后别的呢 那就是国产机 那个山寨产品 我认为那些都不值得一提 但这一次呢 这个24架又掉了一架 这成了23架了 那么以前试飞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掉过呢 反正呢 掉一架少一架 那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说 不是好事情 好在这个飞行员啊 我觉得还非常的聪明 他选择了这个跳伞 好多那个中共宣称的就是 到最后一刻了 还要挽救这个飞机 我觉得这种思想完全是不对的 你飞行员多宝贵 培养一个飞行员多不容易 飞机没有了 买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飞行员 我认为人家还是可以的 直接选择了跳伞 那么今天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 就是美军的B-2隐形轰炸机 部署到了印度洋的这个 迪格加西亚岛 这个岛是英国海外托管的一个岛 它在印度洋上面 那么它部署到这以后 它的战略意图就是 掐断马六甲海峡 这个B-2轰炸机呢 让人看着也是 很震撼的 它那个造型啊 也非常的奇怪 因为它这个 因为它看着光像个翅膀一样 没有机身 机身跟翅膀是一体的 这个飞机 大家应该不陌生 在1999年 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的 那三颗导弹 就是B-2隐形轰炸机发射的 所以中国人呢 应该对B-2这个轰炸机 有记忆 那么B-2轰炸机呢 到现在来说 它也算是个老机型了 但是 它很先进 这个飞机呢 是1981年 美国开始研发的 到了1997年 船装备到部队 一共生产了26架 这个飞机啊 它多贵呢 就是说你把它的重量换成黄金 它都比黄金贵了两三倍 这个确实是个宝贝疙瘩 但是这个B-2轰炸机呢 它有几个很先进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航程是最大的 它能载22吨的炸药 就是单次航程 能达到1.2万公里 如果空中再加一次油 能达到18000公里 每次飞行时间 能超过10个小时 就等于说 它可以轰炸到全球的任何地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 你不要看那么大一个飞机 最终的雷达反射面 小于0.5平方米 它是全世界目前唯一的隐形轰炸机 因为前面美国还有F117 是个隐形轰炸机 但是已经退役了 目前唯一的隐身轰炸机 就是B2 然后呢 它有最先进的电子雷达系统 这个具体我们就不说了 但它肯定是能同时 能侦测到多远 能同时捕捉多少个目标 这个是最先进的 因为美军对这个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它每一次出任务回来以后 都会进行升级 所以它目前依然保持着最先进 它里面的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强大的武器负载 它因为可以载重22吨啊 所以它可带的武器呢 就是包括了多种形式 首先它能携带16枚巡航导弹 也可以带80枚普通的炸弹 或者36枚那种急速炸弹 就是一撂下来一大串那种子母弹 而且呢 它能带16枚核攻击导弹 你想想 这个飞机它一旦打起仗来 它是一个战略轰炸机 它把这个飞机部署到印度洋 那就是给中国看的 你中共一直吹牛 那么现在美军就把这些东西给你亮一亮 先把这些地方都给你卡死 然后看你再怎么吹 现在呢 中国四周这个形势啊 让我来说 一圈全都是包围着你的 就看哪个点引爆了 所以老共呢 在这个国际上啊 采取的这种外交策略 我觉得确实不忘了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的称谓 他就是加速死亡嘛 你包括王毅到欧洲去跑一圈 那你看看 没有人待见嘛 而且我们现在搬着指头说 中国周边这一圈全是敌人嘛 北边的俄罗斯 我昨天的节目里头也说了 这印度去一弄 人家俩可能就成了同盟了 那么你中共这不是成了共中之鞭了吗 难道说习近平真是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跟那些美帝干一仗吗 要干就抓紧干 现在趁着别人还没有完成这个合围 你要找行动呢 那你再不行动 假如说哪个地方先开了枪 你看看 你是不是多么的被动 所以这个老习啊 要加速 还要再提点速呢 要不然国内的五毛都快急死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看国内的这个内蒙这边这个情况啊 昨天不是我说的 内蒙教育厅发了个文 可能这个教材不变 这个是一个情况 今天呢 有关教材这边的情况呢 就没有再新的消息了 但是呢 昨天我担心的老共秋后算账这个事情 可是出来了 今天传出来的视频 说是有的地方开始去抓人了 这是老共的一贯做法 但是蒙古人人家并没有退去 今天呢 在内蒙地区呢 还发生了一个比较悲惨的事吧 就是一个女教师啊 蒙古族女教师 在这次双语的这个活动中呢 受的压力太大 在家里自杀了 自杀了以后呢 然后他的丈夫呢 就替他不平吧 就把这个事呢 在网络上就发了一下 就招来了国保呢 网信了 公安了 什么这个单位了 各路人嘛 到他家里来审查 这可以说 别人家出了这样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现在呢 不但不来安抚人家的家人 而且还借着这个事 想来给别人治罪 我看这些蒙古族人还是挺坚强的 对他们并没有退让 我对他们这个精神还是挺佩服的 然后呢 今天网络上呢 有一段视频 那么我会把它放到这个节目里头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很多蒙古族人聚集在一起 高唱那个蒙古永恒 虽然只有几句 但是众人的合唱 听着让人还是很震撼的 那么我真是想不通 这个习近平想干啥 对不对 从各个边疆来看 蒙古族算是这么多年 没有给共党找过事情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 你还要去灭别人的语言 这是别人仅有的一个东西了 你想干什么 你以为别人就会轻易就范吗 这回我跟你说 共产党 你这回可是碰到了宁茶 不信 你等着看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啊 到这个时候呢 确实是乱了方寸 他想灭蒙古族的语言 你这是说人家这个少数民族 那么他现在呢 还想灭什么 粤语 他对这个粤语权也非常恐惧 他害怕这个香港人 跟这个广东一带的这个 讲粤语的人啊 他们形成一个共识 他还想去灭这个粤语权 那么今天呢 广州日报发了一篇文 来做铺垫的 就先吹了个号角 这篇文咋说的呢 他说是 说粤语呢 容易引发鼻烟癌 就是大家说普通话 说粤语你容易得鼻烟癌 你容易得癌症 容易死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先发了这样一个文 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他后面不言而喻 这就跟当年那个纳粹呀 想进行种族灭绝 他就找那个达尔文 那个进化论 那是一个道理 找理论自信的 那么他现在不让你说粤语 怎么办 我共产党为你好 说粤语你要得癌症 以后不准说粤语 他是一个为你好呀 他要爱死你呀 他是这样一种人 假如说大家都不抵抗 说粤语圈的人就放弃了 不说粤语了 那么转过来你看 说闽南语的呢 对不对 那这个福建人跟台湾人 都说的是闽南语 他是不是又怕福建跟台湾搞到一块 这个再把闽南语尽了 再给你编一个什么 说闽南语容易这个腰间盘突出 对不对 给你乱编嘛 给你胡说嘛 这种文化灭绝啊 我觉得这是有备人伦的 最终他所说的人民不答应 最后人民是真不答应 那你把人民逼急了 人民是真正的不答应 就是我不答应 你代表我 对不对 我想讲什么语言 我想保持我民族的习惯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 你凭什么强迫我呢 所以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 我看他这个日子不会太长久 有的大外宣说 共产党还能存活很长时间 这是一种大外宣的说法 他们想保留共产党 他们想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 自我的变革中 在寻求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吧 那么江太公认为 这个变局可能会来得很快 对不对 也许不是你想象的 难道清朝的时候 他会想到自己死亡的那么快吗 而且慈禧当年已经做好了 这个改革的一个倒计时 那么他能想到他那么早就死了吗 他能想到你袁世凯就叛变了吗 这些事情不是以他们的意志来转移的 上天自有定数 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个国际上的事情 来印证一下我们说的中国这件事情 那么今天呢 在美国的主持下 这个以色列跟科索沃签订了友好协议 很快就会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而且呢 科索沃呢 将会把大使馆呢 设在耶路撒冷 然后呢 科索沃呢 跟塞尔维亚呢 也会很快签署一个友好协议 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塞尔维亚呢 也会跟以色列也签订这样一个协议 那么大家是不是听了以后 有点眼花缭乱呢 当年南斯拉夫这个打得不予乐乎 不就是科索沃战争吗 不就是这个塞族跟木族在这打吗 那么现在 科索沃基本上就是穆斯林嘛 那么他已经跟以色列签订了友好协议 就要建立这个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了 而且他又要跟塞尔维亚建立外交关系了 你大家想一想 这个国际局势变得快不快呢 对不对 所以不要拿你的老眼光 想着这个中共就像个封建帝王一样 一弄弄几百年 还希望他成千年的 那你的有那个德行才行呀 对不对 在现代这个世界 你要倒行逆施 你首先是逆潮流的 跟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大家这样去想 你看看这个中东的这个变化 很快的 你看从这个以色列跟阿联酋 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以后 很快 马上这个就破局了 你看跟科索沃这样一建立 我想很快中东的一些国家 跟以色列之间 马上达成了和平协议 中东这块就安定了 这个世界 你想想 所以大家对这个前途呢 还在充满希望 你首先在思想上 你再有准备 对不对 你再要有这个迎接时代变革的 这种思想准备 你才不会痛苦 今天的节目比较杂 那么我们就把它杂到底 最后呢 我讲一个我身边发生的故事 从三年前 我就开始劝我们家这个亲戚 赶快移民国外 因为她的女儿 那时候在新西兰读大学 她也在新西兰置办了房产 那么她眷恋 她在国内那时候 还能赚到钱吧 觉得到了新西兰那边去以后 没有赚钱的机会了 老共的这个底下呢 还是好赚钱 因为中国赚钱 你必定要有腐败的关系嘛 然后我跟她说了很多次 她是犹豫不决呀 然后今年就是武汉那个肺炎啊 刚发的时候 她女儿回国 然后她们一家在广州呢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现在呢 这个国际局势变化比较大 特别这种疫情啊 中国跟西方之间啊 很快就会翻脸 我说你要是想出国 或者想让你的女儿留在国外呢 你现在就让她赶快返回新西兰 或者你跟她们一块回去 因为她们都有护照嘛 然后到那以后呢 再想办法 然后她们还是犹豫不决呀 觉得中国这日子也过得挺美的 嘴巴上嘛 一百多块钱的中华抽着了 屁股底下嘛 一百多万的车坐着了 想着自己过得很滋润 结果呢 这个疫情遭到这个情况 呃 一个月前吧 我也跟她通电话 今年这多半年 赔了一百五六十万 因为你没有镜像 你光是开机的 现在呢 没办法 现在准备说 把她的这个企业规模呢 再缩小 能包出去的包出去 能卖掉的卖掉 我说谁都不傻 你都想脱手呢 难道说 别人还想接手吗 就是别人接手 它也是个很差的价钱 所以在这个大变局之前呢 人们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认识 这样的话 你才不会痛苦 那你像我这个朋友 他现在 等于说这几年 你全家再想出国 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可能就实现不了了 对不对 那么中国如果还是这样 平稳过渡 当然罢了 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呢 习近平这个 他要完全学老毛的话 他将会启动那一套 抓钢治国的这样的办法 那么昨天 讲粮食问题的时候 江太公说了 一个钢 以粮为钢 那么老一代的人 应该还知道 还有第二个钢 以阶级斗争为钢 就是这两个钢 是当年老毛的法宝 抓钢治国 就是两个钢 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钢 第二个是 以粮食生产为钢 就是让你吃饱动子 阶级斗争呢 发动群众 斗群众 那么那个时候 像你们这些曾经的企业家 是不是成了别人批斗的对象 好吧 今天这一期节目确实说的比较杂 那么最后呢 我还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有朋友们的观案 才使江泰公呢 有决心把这个频道做得更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素材 好的话题 可以私信我 他这样允许的话 我也会就 你们关心的话题 做一些节目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